好 那瓦浩大哥 我们刚刚给观众朋友看的是 美国的这一个国会的议员 要推的是防止台湾遭到入侵法 那上个礼拜五呢 白天的时候看到的是司法部长的演讲 他在演讲的内容当中 他直接痛骂 他痛骂好几个美国的全球化的企业 从NBA骂到Apple骂到这个迪士尼 骂到微软Google 都认为他们由于这一个拥有中国市场 或者想要获取中国利益 中国市场 而牺牲了美国利益 牺牲了美国的自由跟相关的价值 那司法部长是一个重大的公开宣言 而且他点名企业这样骂 这个是白天我们看到的 晚上就换国防部长开骂 晚上是美国国防部长 他直接说中国就是最重要的战略对手 所以一天一个重要官员骂 然而司法部是可以文攻武嚇的 因为他骂的企业他可以查税 那他可以有各式各样的手段修理特定的业者 那国防部长他事实上是美军跟美军战略当中的核心人物 你怎么看 对当然了 这一段时间美国政府的重要官员都一个个排着队的出来 阐述对中国的强硬的政策 那我们这一段时间在节目上不断的在谈这些美国官员的这个政策宣言 这个上个星期五我们谈过了司法部长的情况 那么在这之前一两天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局长 那么实际上这两天美国在国内在大规模的讨论 要不要限制中国共产党入境美国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党员要不要限制他们入境美国的问题 那这个前一段时间是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欧布莱恩 欧布莱恩做了一个非常强硬的公开的演讲 也是对中共做中国共产党做了非常强烈的批评 那当然这个蓬佩奥国务群几乎每天都在发表各种各样对中国的这个批评 那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已经把蓬佩奥认定义为这个人类公敌 那蓬佩奥自己也很得意 他被定义为中共的党媒定义为人类公敌 那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在这个问题 在对中共的这个政策里面相对以前是比较低调的 因为他们虽然在美国每年的国防授权法里面 一直是蛮明确的把中国作为美国军事的最大的挑战 但是由国防部长把这个问题做得这么明确的定义 而且把整个美军的全球目标 美国的主要敌人明确的定义为共军的话 那这个确实是第一次 那我想这个也是表示了美国政府的这个一个重大的政策的定位 那么与此相关的当然了美国国会的各个友台的法案 不断的在有新的这个法案拿出来 这个现在实际上国会还有一个台湾防卫法还在讨论了 那现在新提出来的这个关于预防台湾入侵法案 防止台湾入侵法案 这个是等于是说 这个更直接 这个法案名称就叫做防止台湾遭到入侵 是是是 就是说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的话 这个法案就是授权美国总统 直接出兵 就可以出兵 不需要经过国会统一了 我已经预先授权给你 预先给你这个总统这个权利 你可以直接就出兵了 那前面那个台湾防卫法还在讨论的 它是说美国政府要采取各种措施 来防止中共入侵台湾 要有各种各样的军事措施来防止中共入侵台湾 这个是说一旦中共已经入侵了 那我就总统被国会授权直接派兵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更进一步层次的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当然对于台湾的安全是有重大意义的 如果这两个法案 这个台湾国防法和这个新的这个法案 预防台湾入侵法案 能够同时被美国国会通过的话 那当然本质意义的 就是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就被废了 不是 就是完全走到了当年 美国跟台湾的这个台美共同防御条约 那样一个地步了 就是本来 台美军事结盟了 对 就是当初这个台美共同防御条约 这个通过那个蒋介石那个时候 1954年跟美国签署的台美共同防御条约 等于是经过用那个条约 台湾跟美国是军事同盟 如果中共进攻台湾的话 那美国是自动要出兵的 那后来这个 1979年以后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就终止了嘛 这个条约终止了以后 这个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只是说对于这个亚太地区的安全 中国对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 那美国对于任何 对台湾的威胁 对台湾的制裁 对这些东西 都是影响西太平洋的安全的问题 美国都要高度关心 但是美国从来没有说 美国一定自动出兵嘛 那现在这个国会在讨论的这两个法案 等于是授权总统可以自动出兵 就是到时候我就开打了 一定就是会 把这个台湾关系法 对台湾安全承诺的模糊空间 拿掉了 这是问题的最重要的关键 那这种拿掉可能引来中国的反弹 跟解放军的反弹嘛 那当然了 中共等于是说 过去这个这么多年来 从1979年以来 这个中共一直在试探美国的底线嘛 就是说 这个如果我要进攻台湾 你美国最好不要干预 那现在美国告诉你说 你如果胆敢进攻台湾 我一定干预 那这个当然是 这个中共会下不了台嘛 所以他们一定会有强烈的反弹 好我们稍后回来